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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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已經是我們露營的第三天 也就是說我們來澎湖 今天就要撤帳 然後要去搭船 但是搭船時間是下午的四點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要提早到碼頭 去做取票跟付款的動作 然後還要事先把車子開到船上 我來簡單的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裡的營地 這裡是澎湖的濤之音路營地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個濤之音營地 它就會在這個海邊 所以這海邊最大的問題就是這裡 風會一直一直的吹 風一直都不小 然後你看我們 我帳篷搭在這裡 那我這次想說帶天幕來打 你可以看到這個天幕 就是一邊受封面 它就是會一直承受這個壓力 所以整天你看到這個會一直吹一直吹 就很擔心它天幕會不會什麼時候垮下來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在這個營地的地形 它的那個地面 它就是這個貝殼沙的這種地形 就是天然地形 這個貝殼沙的那個搭設會有一些限制 就是其實你如果要釘營釘 營釘像我這個天幕它這個是 就是40公分的營釘 所以營釘要打得夠深 它的前面的表層 表層來講它就是 都是比較鬆散的貝殼沙 這個 所以一定要足夠長的營釘 才可以打得起來 如果像我 有的 因為我這個40公分的營釘 也是只有在天幕主力指甲的部分 我用40公分 其他的營釘也都沒有那麼長 大概20公分至30公分 如果像風這樣一直吹 這個一定會被拔起來 像我昨天回來的時候 側邊的這個營釘就被拔起來 所以這個 要搭田幕 或者是搭帳篷 一定要非常注意這個問題 另外在營釘你可以看到旁邊 它有這個 製式的這個鐵架 這個鐵架就是 它就是帳篷用的 它原本設置給他們自己 營區內部的那個帳篷 在用的那個鐵架 它的作用就是 照一下那邊 那就是這一帳 你現在看得到的這一帳 這個就是營地本身裡面的帳篷 那你來這裡 來這裡可以直接 如果你可以的話 自己喜歡這樣方式 可以不用帶帳篷 營主可以幫你做搭設 這邊還有一帳也是 如果你來這裡 如果你來這裡 不想搭帳篷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呢 就是它的 規格就是2.5乘2.5米 2.5乘2.5會比較小一點 這個架子 這個架子 我們一般的標準 4.4乘3乘3的帳篷也搭不下 所以好像這個 迪卡龍的3乘3的客廳帳 它就沒有辦法搭在這個位置上面 所以可能這個就 會限制到你搭帳的區域 好那因為我自己這次自搭那個 天幕 天幕 那天幕的話 就是這個是標準 疊型天幕 應該是5.5米吧 它位置距離已經是 它給我一個 因為的位置已經滿了 所以我帳篷沒有辦法再搭的 更後面一點 當然今天是沒什麼人 所以 我們使用它這邊的空間 這邊就比較 陰涼一點 這個是它 另外旁邊的另外的空間 可以給我們做使用 然後另外呢 車伯這邊可能沒有專屬的車伯區域 所以陶智英營地的車伯 我們這個另外 這個岩老闆 他就是在這個旁邊 旁邊的這塊空地 這是應該是屬於公有地 不過這裡是可以停的 他今天就是睡在車上 所以如果下裝備也是一樣 要從這個旁邊 停在這邊 然後再把裝備搬到 這個營地上面 等於停車 要停在停車場 另外的位置就對了 營地旁邊這裡 就有一個堤防 這個堤防 緊鄰海邊 像這個時間應該 早上 這個海浪 應該是屬於比較退潮的時候 所以 感覺上 海浪聲 就不會覺得很 很吵 當然如果它長潮 會覺得還更明顯一點 就是海浪聲音 但是還不至於說大大大 你會沒辦法睡覺 因為我有印象中 我去過海邊露營 這個太靠近這個海浪 的那個海岸線 你如果在旁邊大帳篷 你真的會 會覺得 那個聲音量有點大 那在這裡是覺得還好 很舒服啊 這個 早上這樣子 只要太陽還沒有起來的時候 這個氣溫都 以這個六月份來講 都還在27度 25度 其實還蠻舒服 然後 因為風大嘛 所以帳篷本身也不會 帳篷裡面也不會悶 那我們自己帶的是抽風扇 還蠻涼爽的 去看一下營地的廁所 這個就是 營地的 裡面的 裡面的 上坡是營竹幫你搭設好的 像 我看這一帳 他們就是 來這邊兩三天 他們也沒有搭額外的 額外的天幕 也沒有帶桌子 這個就是直接使用 營地這邊的桌椅 這樣就是 可以節省 可以輕裝過來啦 那來這裡度假 不需要一定要大包小包 然後廁所的部分就是這裡 一個簡單的 可以貼皮搭設 它水 水是有時候也會有點忽冷忽熱 但是你就是可能要利用這個 臉盆來灌洗 這樣會比較安全也比較好 那這裡就是營本布 營本布旁邊 就有一個池子 是釣魚池 下面那個 就是海水的 海水的池子 天然的池子 這裡也可以釣魚 想要釣魚 結果這一次來沒有時間 太趕了 這外面過去就是海邊 營地這樣 其實空間並不是 但是營味並不是很多啦 然後加上它設置的這個營味 就是營味它有設置的一些格子 如果你自己來搭帳篷 就是在選擇這個空地的地方搭 那旁邊這個是公有的生命禮儀中心 就是你如果會介意的話當然就介意 但是我覺得是沒有什麼啦 看起來也整理得很乾淨 就是緊淋在這個營區旁邊 那旁邊整個停車場都是可以停的 因為選這個營地 會選在這裡 最主要是因為這個營地 它就是位於在馬公市區 過來大概十分鐘 十幾分鐘的路程 就是可以比較方便 如果你出去的話 晚上的活動 還要逛一下馬公市區 或者是像我們昨天去市區吃燒烤 所以可以比較離市區近一點 可能在澎湖 因為澎湖可以選擇的營地並不多 澎湖的營地很多 最熱門的就是選 都會去西域的那個山立山莊 那離這個馬公市區 過去就會距離會有點遠路 然後這邊的海景 事實說真的不錯 然後你看這邊旁邊 就有一個天然的 天然的這個海岸線 這邊有這個 這裡是可以釣魚 那有我看他們隔壁帳 小朋友都會來這邊玩水 海岸聲音 這個季節 今天風不算太大 其實沒有到很長 也還蠻好睡的 昨天這兩天 海岸線 其實蠻漂亮的 這邊 營地大概就這樣 給想要過來 鴻湖這邊錄營的 做參考 喜不喜歡就自己 平靜 好 我們差不多要離開這個營地了 太遠實在是太可怕了 然後 晒了三天 我們的 皮膚都會要脫一層皮 今天老闆還是跟營祖聊天喝茶 那我們差不多要離開了 我們差不多要離開了 尾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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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去 拿船票 拿去 車子的 船票 前面這一台 就是等一下下午要回去的 太華爐 是在航港局二樓 來這個三號港 摩太陽 買東西 四點半才有看 這次要再試做 防護特長 防護特長 他們有穿長袖 現在來這裡 多開一下 這邊吃午餐 現在去逛老街 天后宮旁邊的 腳下是進去 這裡有一個防護的老街 所以是天后宮 冠軍街 然後市場 四眼睛 俗稱四孔子 叫生的豆干 他里面有买蛋 花枝丸 专卖店 花枝台 大汉花枝台 现在是2点40分 今天的行程就比较没有安排什么行程 早上你起床就开始收帐篷 打包行李 然后大概9点多10点多 我们就往市区移动 等一下3点的时候 开花轮就可以开始进船厂 我们现在就是在台花轮旁边的停车厂 等车准备3点的时候可以进船厂 登船之后4点就准时骑乘 要回台湾 这个台花轮 现在在上港的旁边这边 因为还没有那么早开船 所以我们先到等候室那边 先在那边等 然后有一些免税账品 等一下要先在那边领 待会再过来 后来把车子开上船 如果有购买 有研究的话 就是他会 来 凭个人的证件拧过 好 好的 不 前一天 太活了 会 会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高雄港到了 沒有在動了 我們到高雄港了 現在在船艙裡面 準備要等待這個船艙開門 結束這個三天三夜的澎湖跳島錄音 這個三天的行程非常豐富 幾乎澎湖本島很多景點都逛一圈了 以上三天的行程提供給各位參考 澎湖的開車錄影 這樣子的方式適不適合大家呢 各位可以參考看看 好的 那天我們回到台中 也凌晨晚上12點 所以我們把所有裝備就定位之後就休息 那我另外再利用今天 利用其他時間來跟各位做個結尾 有關於這個整個三天三夜的澎湖開車錄影 整個詳細的說明 第一點就是搭船的時間跟地點的部分 因為車輛運送目前就是只有台花輪能夠運送 那這個部分搭船地點一定是在高雄 那高雄就是你必須要提前兩到三個小時去辦登船的手續 那這個部分包含要把車子做安檢開到船上去 所以這個就是你必須一定要提前兩到三個小時 先提前去做準備 所以可能會比較耗費時間一點 那再來第二點就是航程的時間 因為搭船地點在高雄 所以高雄它的夜航的乘船的時間大概在六到七個小時 所以時間是相當的長 那日航稍微短一點 一般大概在五到六個小時 那五到六個小時也是比一般到澎湖的船班還要來得久 所以這個是我們如果想要汽車錄影把車子運過去 就勢必一定要花費這個時間 那在行程安排上面就是可能會多花一點時間 好第三點我來跟各位說明就是人車的費用跟適合安排的行程 來跟各位做說明 以車子的運送來講的話 目前像我們一般休旅車就是運送到澎湖那邊 加上貨物運送的費用 整個算起來大概是五千塊以內 當然因為每個車種不一樣 貨車它的收費可能更高一點 那那個運送的車上的物品 車上的貨物這個也會因為你載了多少 它會額外跟你收費 那這個部分詳細可能你要向台華輪這邊詢問 那人員的費用 總像我們一般如果做的是一般艙 一般座位 就是一般座叫做坐臥艙 來回船票是一千五百四十八塊 這是來回 當然還有另外的叫做臥富艙 還有頭等艙特等艙 這部分的費用就會在升等加 那還需要再更加加一點 歐步艙來回傳票大概一千七百多塊 這個詳細的費用在台華論網站上都會有公告 再來就是適合的行程安排來跟各位做說明 因為既然要把車子運過去 所以你的費用會相對比較高 那一般建議三天以上會比較合適 因為你想想看你如果三天以內 那你大不如就是去當地租車 那費用可能也不用超過五千塊 那因為現在如果租那種兩千CC以下的一個家庭來做的話 大概大概也是在兩千塊以內 那當然你如果把車子停在高雄這邊 車子的停車費還是另外要注意 所以也會有多一筆的花費 那租車其實也是很方便 就是至少不用浪費這麼多的乘船的時間 因為台華論過去的乘船的時間會比較長 加上辦理的手續都會耗費一點時間 這些都可以考量進去 所以一般建議三天以上 甚至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你可以安排四天、五天、七天這樣子 所以家庭旅遊來講的話 尤其在夏季 像我們冬午節這個季節過去 其實太陽非常大 很曬 曬到皮膚都會覺得很痛 所以開車可能是一個比較建議的選項 或者租車 那如果不是露營當然你就可以租車 或者比較節省的方式你可以騎摩車 以上跟各位分享這三天三夜的澎湖開車露營的行程 給各位參考 那各位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那記得一定要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影片的更新 謝謝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